哎 今天的工作真多呀 哎 王老九 当老师就这样 习惯就好了 你挺好的啊 你也是老师 往这一坐啥也不干 哎呀 咱俩四个专业不是不一样吗 李老老师 王老师不好了 怎么啦李老师 着急忙慌大 有什么事 慢慢说 咱们几个跟以前的身份不一样啊 哎呀 几个学生 让他们写对他们不写 把我气死了 什么 岂有此理反了他们了 请讲讲啊 我的说了 他们根本就不听 别着急 我早就料到了校长让我们当老师 让我们感受一下学生不听话 老师的苦恼 对 对什么对啊 你个马屁精 重点是现在该怎么办 其实很好解决的 我已经有办法了 跟我走啊 走 走 谁那么不听话啊 就是他 就是他 李如花同学 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写作业 因为作业太多了 写不完 有道理啊 什么有道理啊 李如花同学 我们学校提倡自由选择 那怎么办啊 除了写作业 你还有其他选项 只要不写作业 你说 行 只要有一项成功 你就可以放学 你说 一 去唐朝和李白对师 发表文章并获得诺贝尔奖 还要获得诺贝尔奖啊 这个太难 我听听下一个 那行 第二就是你去探索宇宙 找到一个外星人 那这个够难呀 我要去听听第三个吧 第三 就是把作业写完 那我还是选第三个写作业吧 搞定一个 还有哪个学生呀 那那那那 走 就是他 不写作业 你为什么不写作业呢 因为不想写 所以不想写 再说了 你给我选择 我也不会选择 这么厉害 我好久了给你治疼 大哥呀 没关系 我们遵守每位同学不想写作业的权利 那你们管我干什么呀 走吧走吧 王友 你看看这太子逆付 不想写作业 行 我这里有一篇非常好看的小说 给你分享一下 行行行 这个小说正好是我想看的 啊 怎么除了题目下面都是英文啊 那就不好意思了 你要想看的话 要好好学英语了 啊 那你这样说我不学英语不行了 当然了 这可是我办的会员才能看的 会员还有一天就到期了 蛤 那我给你学英语了 诶 搞定 走吧 走 猬 猬的猫行 是蛤 是蛤 猬猫的猫猫 每晚 好